車站裡沒有熄來攘往的人潮 原本繁華的街道 也不在車水馬龍 5月中台灣爆發本土疫情 台北市瞬間成為一座極境之城 空檔無人的畫面 犹如科幻電影的場景 帶領七名防疫官員 作證指揮中心記者會 防疫指揮官陳時中面色凝重 宣布新增一百八十例本土個案 雙北升為三級警戒 臺灣從四月下旬開始 確診數一路飆高 起先只有零星的感染源需 釐清個案以及本土個案 但轉眼間新增個案以倍數成長 甚至在五月十七號 飆破五百人確診 病例也擴散到全臺多個縣市 五月十九號起 全臺實施三級警戒 從今天起 我們要提升全國三級警戒 我們曾經因為一百八十這個數字 我們整天都吃不下飯 甚至睡不著覺 但是那樣的恐慌慢慢要過去 臺灣再來的重點 第二份考驗不是數字 不是今天有幾個確診 而是這確診背後 整個國家 整個醫療防疫 有沒有做好實質有效的 一個整備工作 臺灣疫情大爆發 中央地方官員日夜奔波 醫院雖然不斷擴增隔離病床 還是不堪負荷 一味難求 為了把醫療資源留給更需要的人 指揮中心宣布將輕症者或風險 較低的確診個案移到集中檢疫所 以及加強版防疫專責旅館安置 以立醫院收治症狀較嚴重的患者 快點喔 剩八分鐘 八分鐘 而醫護們扛起防疫第一線的重擔 在高壓的環境下努力堅持 確診數一直上升 早上兩個同仁也被確診 帶去集中檢疫所 病患家屬 我們不好怕 怕 但是我們更怕 每一個生命從我們手上就走 除了要在夏天穿著全套防護衣 接收道院病人進行救治以外 醫護還必須支援社區篩檢站的工作 人力吃緊下 也有不少已經退職的醫護返回前線 自願協助篩檢 各界也發揮互相扶持的精神 為這些辛苦的醫護 送上一波波的物資 我們有這個能力的時候 我們就是盡量的去幫忙 因為前線的他們也是很幸福的 所以只是想說加油 大家一起加油 而一般民眾也團結防疫 願意自發性宅在家防疫 出門時配合食聯制 量體溫 人流管制 企業也持續進行居家辦公 餐廳不能內用 大家就點外送或使用外帶 但在疫情下 民眾開始渴求能夠接種疫苗 一時之間疫苗供不應求 與臺灣共享民主價值的友好國家 在這時紛紛伸出援手 包含日本 美國 立陶宛 捷克 波蘭以及斯洛伐克 都捐贈臺灣疫苗 為疫情下的臺灣送來及時雨 漸漸的臺灣疫情獲得控制 六月二十一號 臺灣成功把病例壓到百例以下 六月二十五號以後 不再有單日超過百人確診 七月二十七號 臺灣疫情警戒降回二級 八月二十五號 臺灣重新看見本土個案加零 這一天距離上一個本土臨病例的日子 只有一百零八天 多家外媒也報導臺灣成功抗疫 重回佳林 英國外交家雜誌更分析 臺灣的公衛措施 檢疫方式 政府 人民 媒體 以至於外國的疫苗援助 都是臺灣能成功對抗 這波疫情的原因 如今 臺灣的街頭 恢復以往繁華熱鬧 而我們在走出戶外 汲取陽光時也應該謹記 面對病毒 應該審慎而謙卑 只要病毒還沒消失 挑戰 永遠都在